没关系你坐 我下一站就下车了 如果你是台北人 你一定对这个句子不陌生 这是台北人独有的细腻 我们不只让出座位 还要让对方坐得安心 这样的体贴并非天生 更是源自于一种 捷运赋予的从容 我不差这个座位 因为下一站很快就到了 何况即使站着 捷运也很平稳 你不会骑车 啊 因为你是台北人 台北长大的小孩 总是很容易 被其他省市的朋友这么说 反正你们不会骑车或开车 也没差 只要有捷运 出门甚至不用打开手机 不必思考 不怕错过 不必久等 也不怕搭过站 没有人会说 我去等捷运 因为捷运 因为捷运 去搭 就好 不然你跟我说 那里靠近捷运哪一站 我们以前 用路口沟通所在位置 现在 我们更常使用捷运站 即使我们不一定认识台北的地名 路名 但只要听到捷运站名 就一定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二十三年来 台北捷运 已经成为我们丈量这座城市的一把尺 和最有效的坐标系统 你要怎么回家 还有捷运吗 那就好 捷运的末班车 是台北晚归族心中的一道护身符 末班车 在凌晨十二点 从端点站发车 一直到凌晨一点 所有捷运站 才会拉下铁门 就算不在夜间妇女后车区 台北捷运 总是明亮 也总有保全人员 和站务人员 在此守候 而我永远知道 就算十二点了 我还有车 能回家 希望这座城市 也有台北捷运 去过了国外 才了解到原来台北的捷运这么好 干净 明亮 贴心 安全 如果不曾离开 我们也不会发现 这些带人着想的细节 如果这里也有捷运就好了 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 因为有台北捷运 所以我们总能神清气爽地 在台北市内来往 因为捷运 而更喜欢台北 你可能发现了 在这二十三年间 台北捷运 已经从一个方便 舒适 安心的交通工具 变成了台北人的生活方式 它甚至 不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 而更像是一种潜意识的思考模式 可是他们知道吗 那些最初的设计者 后来的协力者 还有这么多年来 每一个投入其中 坚持到现在的人 想了想 他们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反正你我最终 都因为捷运 而更喜欢台北